记者罗田宾台北报道,寒流今晚将清洗全台,位在阳明山上的空军松山雷达战中午测道的温度仅有6度,并且是雨雾笼罩,军有设理市长李栋梁不畏低温,今天帅团到松山雷达战落军,让官兵感受到热情支持,心里都觉得暖暖的。 松山雷达战是空军第三雷达中队的别称,中年雲雾缭绕,山上的气温离北是第6至7度左右,雷达战官兵说,前年的霸王级寒流降临时,雷达战附近都下了十分左右的雪,最深的地方还升级小腿度,雷达战的银舍及生活设施较以前大有改善,气温十度以下会开启暖气,并被有充分的热水攻官兵解誉。 军友社理事长李栋梁今天在空军司令沈一鸣政战局长文正国等人热陪同下,到位在阳明山山区的雷达战落军,李栋梁除了单发部队夹菜金之外,还当场宣布,今年度的军人凯模出国旅游,会特别保留一个名额给雷达中队官兵,一位老官兵中年扶勤的辛劳,现场官兵闻讯各个给予热烈的掌声。 李栋梁接任军友社理事长至今已亲自带队落军达四百六十余次,不仅到过东沙、南沙等各外离岛,偏远去点也曾创下单日到五个空军基地落军等纪录,他个人为了让优秀官兵凯模可出国旅游,还自掏腰包打两千余万元让官兵成行,所到之处都受到官兵热情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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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